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广总督是受尽屈辱被逼而死的真相后 嘉庆皇帝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手段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总督自杀案第三集高官深渊难 梁广总督吉庆因不堪忍受巡抚湖土里的审讯和羞辱 在巡抚衙门吞噬鼻烟壶自杀身亡 吉庆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在了巡抚衙门 胡土里唯恐事实真相败露 于是给嘉庆皇帝递交了两道奏折 然而嘉庆皇帝发现两道奏折内容有重大区别 漏洞百出 他怀疑胡土里与吉庆的死有重大嫌疑 于是下令钦差大臣纳艳成调查吉庆的死因 可是纳艳成到了广州后 胡土里通过各种手段笼络他 很快纳艳成站到了胡土里这边 那么已经和胡土里站在统一战线上的纳艳成 将如何向嘉庆皇帝汇报总督吉庆的死因 梁广总督吉庆的自杀案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梁广总督吉庆自杀的案子 上一集我们讲到吉庆自杀以后啊 胡土里上了两道奏折 疑点很多 所以嘉庆皇帝派钦差大臣纳艳成调查吉庆的死因 话说纳艳成到了广州后啊 迅速成了胡土里笼络的对象 面对胡土里的笼络 恭维和诱惑 纳艳成的心里啊 肯定会有思想斗争 吉庆已经死了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啊 为一个死人主持正义 肯定不如联合一个活人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吧 纳艳成在胡土里的笼络下 出于个人利益考虑 决定为胡土里逼死吉庆的真相做掩护 纳艳成很快向嘉庆皇帝汇报了吉庆的死因 他说 吉庆是自杀的 纳艳成给出的吉庆自杀的理由啊 有两条 第一条是吉庆镇压起义不利 导致民怨沸腾 皇帝斥责 吉庆的压力啊 第二条是吉庆生病了 脑子糊涂 这两方面原因啊 综合作用 最后吉庆是又发愁又痛苦 就寻了短见 纳艳成的调查结论啊 有很大的逻辑漏洞 吉庆的确是在镇压地方起义问题上 办事不利 受到了皇帝的斥责 但即使有罪也罪不致死 不可能因为这么点小问题就畏罪自杀 他的罪过啊 最多不过是革职 或者是发往新疆啊 戴罪立功 将来还是有可能被朝廷重新启用 或者是重新当上总督巡抚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吉庆为什么要自杀呢 而且是用如此惨烈的方式自杀 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接到纳艳成的奏折 嘉庆皇帝也同样心存疑惑 他对吉庆的个性还是了解的 他知道吉庆这个人啊 性格平和 平日里当官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他用这么惨烈的方式自杀 肯定是有隐情 但是最后嘉庆皇帝 还是接受了纳艳成的说法 认定吉庆是畏罪自尽 这就给吉庆的死啊 定了信 吉庆之死与糊涂里没有关系 糊涂里不需要为吉庆的死负责 同时呢 嘉庆皇帝对吉庆在镇压 地方起义问题上的输重之处啊 念念不忘 他说吉庆 他说吉庆 畏罪自杀当中的罪 指的就是吉庆 镇压 其义不利 因为人已经死了 所以就不用再行追论 糊涂里 极力笼络纳艳成 出于个人利益考虑 纳艳成掩盖了糊涂里 逼死吉庆的事实真相 然而纳艳成向嘉庆皇帝汇报的吉庆死因漏洞百出 嘉庆皇帝为什么还认可了纳艳成的结论 吉庆的死明明疑点很多 嘉庆皇帝为什么还认为他是畏罪自尽呢 我们来分析嘉庆皇帝斥责吉庆的诏书 就能够看出嘉庆的逻辑 嘉庆首先认为吉庆身为分疆大力 即罪在不赦亦当尽以待命 他的逻辑是官员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 蒙受了冤枉 要等待朝廷的审核和平反 要相信政府 相信朝廷 相信一切的委屈与不公 都可以在现行的司法体系当中实现 具体到吉庆的情况 嘉庆皇帝认为 朝廷已经派遣了钦差大臣来调查 吉庆就应该好好的在广州戴罪 等钦差大臣的审查结果 启得私刑自禁 也就是说嘉庆认为官员没有自杀的权利 吉庆惨烈自禁 在嘉庆看来不是官员应该做的行为 而是笑匹夫勾毒之为 把自己堕落到了贩夫走毒的程度 和扑腹骂街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嘉庆皇帝在诏书当中明确指出 是自财一劫 即即庆之罪 实无足惜 官员自杀就是犯罪 因为啊 自杀的本身就是对朝廷司法的不信任 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 嘉庆皇帝是一个没守成规的皇帝 他的父亲乾隆 祖父雍正和曾祖父康熙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建立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事 嘉庆皇帝很羡慕祖先的成绩 他的父亲乾隆写了很多遇志诗 嘉庆啊 曾经在乾隆的一首遇志诗旁边写道 父皇的诗写得真好啊 儿子我是怎么学都赶不上的 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 嘉庆啊 希望国家能够按照他爸爸和爷爷 设计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 极力维护现在的体系和规章制度 他认为只要按照圣祖康熙爷 高宗乾隆爷施行的规章制度执行下去 国家就能够恢复往日的富强与安宁 在嘉庆执政的二十多年里 他遇到问题 提到最多的就是 赵丽应该如何如何如何 救治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官员蒙冤 蒙受不公正对待 朝廷法度一定能够洗刷你的冤情 所以嘉庆就认为 极庆即便是冤枉的 但是自杀了 就是站到了朝廷法度的对立面 就是自决于朝廷 死不足惜 结果决定一切 所以极庆为什么自杀 有没有遭到逼迫和污辱 他生前扪受了什么冤枉 在嘉庆看来都不重要 雄聚岭南的封江大吏吉庆 就这么白白的死在了巡抚衙门 以吉庆这样的身份和地位 都不能洗刷自己的武功 临死还要背上一个 畏罪自尽的结论 更不要说是数以万计的 中下级官员了 那么在清朝 官员们如果蒙受冤屈 是否有正常的深渊渠道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总督自杀第三集 高官深渊男 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命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在后来人看来啊 官员这份职业是非常有保障的 官员们怎么可能遭到 不公正的对待呢 即便有少数官员 门受了冤枉 也肯定能够得到公正平反 在理论上的确是这样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在理论上啊 所有的官员都是皇帝任命的 只有皇帝才能决定 官员的进退或服 他们只对皇帝负责 接受皇帝的赏发 在这一点上啊 官员们是平等的 古代官员 从穿上官服的那一天开始 就具有了身份权 这个身份权啊 是终身的 在职官员和退职的官员 没有经过特定的程序 不受拘役 审讯 任何人都不能侮辱他们 哪怕是上司也不能够侮辱 强迫 拘役 下级 大清律例当中啊 就有对无故扣留下属行为的处罚 比如说 知县啊 擅自自询 扣留 属官 吃 四十 也就是打四十板子 可见 虽然清朝官员并没有明文规定的 现代司法当中的身份权 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是存在的 同时呢 古代的政治制度啊 也的确设计了官员申诉和平反的制度 比如 清朝就规定 官员有冤枉 受到了错误对待的 或者是对处分不服的 从开始被揭参到最后的处分解除 每一个环节 他都可以为自己的冤枉进行申诉 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就保障了官员的权益 官员可以向原判衙门申辩冤屈 不准的可以向上级 向通政司 督察院等部门申诉 等立部查明确实是冤枉的 撤销处分 恢复原职 从表面上看啊 朝廷很关心官员的合法权益 官员申诉维权的渠道很通畅 那么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 在清朝官场上啊 上司对下属随意呵斥 忍暴力 甚至拳脚相加的情况并不少见 吉庆自尽的案子就表明啊 清朝官员申诉的渠道并不畅通 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了践踏 一个官员已死民冤 这就说明了他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正常的渠道不能够维护他的权益 传达不出他的声音 所以他只能想到自杀 才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 造成官员维权难的原因很多 简单来说 恰恰就是原本应该维护官员权益的 朝廷体制 无情地侵害了官员的权益 官员最初受到的不公正对待 往往就是体制本身施加给他的 官员门受的冤枉也往往是代表 更高级别的官府的官员造成的 官员要想洗刷冤情 又得寄希望于朝廷的司法体系 寄希望于更高级别的官员 盟冤 申诉和平反的过程 官员都得和强大的朝廷和官僚体系打交道 清朝的官员从穿上官服的第一天就成了官僚体系的一份子 就从朝廷取得荣华富贵 他的利益和朝廷和官僚群体是一致的 立场也是一致的 而申诉和维权的过程 逻辑上往往要求官员 站到朝廷和官僚群体的对立面去 处理不好这种心理转变 官员就难以维权 内心就会非常纠结 挣扎 有些绝望的官员就走上了自杀的极端道路 我们可以来看看和吉庆自尽类似的一个悲剧 同样是发生在嘉庆年间的福建不正史李庚云自杀案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对清朝官员维权声渊的难处 有更全面和直观的了解 李庚云是年代比吉庆稍微要晚一点的清朝大臣 嘉庆末期福建张州府荣西县支县 朱吕中举报福建不正史李庚云在任张州支府期间 贪污酷赢中保私囊 还以借钱为名索取贿赂 事实上李庚云是出了名的清官 为官清廉家无余才 穷大家里都没有积蓄 贪污这个事情完全是捏造的 至于所会 李庚云确实是向朱吕中借过钱 那是李庚云离任张州支府的时候 都造的战船尚未完工就留下了仆人 这个仆人就以李庚云的名义向朱吕中借过三百两银子去修船 事后呢李庚云如数奉还 那么朱吕中为什么要诬告李庚云呢 原来李庚云在担任张州支府时啊 发现自己的下属就是这个龙溪县的支县啊 朱吕中置李无方 李庚云就在公开场合多次训斥过这个朱吕中 还扬言要弹劾他 罢他的官 朱吕中啊 对这个李庚云啊 一直怀恨在心 后来朱吕中自己贪污腐败 导致龙溪县财政亏空 事情即将败露 他要接受调查 朱吕中呢 为了洗刷自己 想出了嫁祸李庚云的毒计 但是李庚云已经升任福建布镇时 怎么办 朱吕中啊 探听到李庚云和敏浙总督汪志一 有些过节 两个人关系不好 于是呢 就诬陷李庚云贪污了龙溪县的官营 汪志一啊 和李庚云关系的确不好 接到报告后呢 马上就向朝廷报告 说福建布镇时李庚云涉嫌受贿 应当免职接受调查 朝廷同意啊 汪志一就指派福州知府 土耳洲审讯李庚云 这个土耳洲呢 既然是总督大人交办的事 自然是要向总督大人献媚 他就逼李庚云一定要承认自己贪污受贿 李庚云不肯承认 连续多日遭到了审讯人员的言辞训事 李庚云一个读书人 觉得自己受到了奇耻大炉 又眼看着深渊无门 就在嘉庆22年的正月17日的深夜 在监牢当中自杀身亡 李庚云死后啊 事情迅速发酵 闹得很大 福州城里数千老百姓 在正月公开祭奠他 还有人捐资捐物给他修祠堂 更有人把杜牧的清明啊 改成清明时节与非非 路上行人哭不思 这个不思啊 就指的是不正时李庚云 可见李庚云深得民心 最后经过详细的调查以后 证明对李庚云的所有控告都是诬告 李庚云是冤死的 嘉庆皇帝知道后 处罚了诬告的朱吕忠 还有闽浙总督汪志一 和福建之府土以洲等人 有同情李庚云的御史就上奏 说李庚云为官清廉 现在又以死明治 应该得到朝廷的褒奖 还应该在地方上给他建立祠堂 响应民间的要求 嘉庆皇帝不同意 他还是觉得李庚云自杀 还不是等待朝廷的处理 这就不对 这就有罪 这就不能得到朝廷的褒奖 尽管事实证明李庚云是被冤枉的 但是嘉庆皇帝还是不能认可他的自杀行为 同样含冤自杀的吉庆 也没能以死洗刷掉自己的故宫 依然被嘉庆皇帝定性为为罪自尽 那么逼死吉庆的湖土里 以及扭曲事实的纳燕成 最终是否会受到嘉庆皇帝的处罚 他们的事故是否会受到这起案件的影响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总督自杀案第三集 高官申冤男 那我们再回到吉庆自杀的案子上来 嘉庆皇帝最后以吉庆畏罪自尽 死不逐息来了结 这肯定是不公平的 吉庆即便有罪 也是在镇压广州地方起义问题上 办事不利 罪不致死 更何况 广东的问题 作为巡抚的湖土里 肯定也是有责任的 湖土里在事后能够成功的置身事外 让我们觉得这就更不公平了 好了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 与吉庆有关的其他人物的结局 总的来说 湖土里 纳艳成两个人在嘉庆朝 官运亨通 广东省的社会问题很严重 嘉庆十年 嘉庆皇帝就痛斥 包括湖土里在内的 历任梁广总督和广东巡抚 对广东局势的迷烂 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所作为嘛 下令把他们全部都交部 严加益处 湖土里当时已经调任 湖北巡抚 因为担任广东巡抚的时间最长 受到的处罚也最重 被罚奉三年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湖土里的仕途 他后来调回北京 历任 历部 户部 兵部 礼部上书 后来还担任了驻葬大臣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病逝 纳艳成在嘉庆八年 率兵平定了广东地方企业 因为这个功劳 纳艳成走出了仕途的低谷 被重新提拔为礼部上书 嘉庆九年 重新进入了军机处 成为军机大臣 有趣的是 纳艳成死后仕途 起起落落 时上时下 一会儿提拔 一会儿降级撤职 巧了 他后来也担任过梁广总督 纳艳成在梁广总督的职位上 也和当时的广东巡抚 孙玉庭爆发了矛盾 都府不合 广东省治安一直不好 土匪勾结海盗危害地方 纳艳成在担任总督的时候 推行招安政策 招安了不少土匪和海盗头目 委任他们为军官 赏给他们银两 巡抚孙玉庭呢 就不同意 他就弹劾纳艳成 说他滥赏土匪强盗 破坏国家法度 嘉庆皇帝最讨厌别人 破坏国家法度了 他就很生气 把纳艳成降级为蓝陵侍卫 发往新疆伊犁效力 但总的来说 纳艳成在嘉庆朝飞黄腾达 是炙手可热的权贵之一 他一直活到了道光十三年 死后的嗜好是文艺 从吉庆自杀的案子 我们可以看出 清朝的官员缺乏 申诉维权的畅通渠道 这就使得官僚体制内部的矛盾 常常难以和平解决 导致一些连结奉工的官员 含冤而死 而一些不孝官员 混水摸鱼 最终伤害的是 官员整个群体的积极性 对政治的发展不利 好了 梁广总督吉庆自杀的案子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公元1068年 北宋王朝日渐衰落 土地兼并和连年自然灾害 使农民痛苦不堪 边境多次战争更使国库空虚 百姓流离失所 宋神宗决心展开变法 但是面对满朝文武 谁才是能帮助他完成这件大事的合适人选 在下期节目中 杨吉为您讲述 神宗之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